好像好像散了 你手机里面放红帽子的什么意思啊 你怎样是这个 到底什么关系啊 错东复杂 在女人与男人的传奇里 充满了无所不在的爱欲纠缠与权力焦点 女人多次又多情 征服男人 也等着让男人征服 人家才没有乱七八糟 那红帽子的只是一枚掩护蛋了 正海男友是她 真是沉浸在热恋里顽皮的小坏坏 不过说到发现温宁的新恋情 本館当然是接获新移情报 时间先倒转到今年8月29号凌晨 温妮和一群朋友在台北东区 一家餐馆吃烧夜 而坐在温妮旁边的这个男的 虽然当时咱们就觉得 关系很不一般 温妮也把男友隐藏得很好 十月发片竞争会还说自己 是桃花绝缘体 那想问你说温妮有新恋情吗 没有 没有 她只有新专辑 我只有一个旧的 不过我们发挥废勤忘事的精神 还是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像是平常打Uber大一步的温妮 现在瞎了通稿 还有司机开着BMW温馨节奏 而且经纪人助理统统要一起上车 因为这样就算是男朋友 只要把她说成是助理 一切也就合情合理了 温妮台面上障碍小心翼翼 不过私底下却是朋友圈圈公开的秘密 甚至还上演 妖环妖环你在哪 原外原外我在这儿的追逐游戏 吹你胸口 大坏蛋 面 吹你胸口 你好讨厌 要抱抱 硬硬硬 哼 人家拿小圈圈 吹你胸口 大坏蛋 啥子你 原外配合演出被丫鬟揍个几拳 也是心甘情愿 当然 欲擒故纵的丫鬟还要逃到朋友手臂底下躲藏 虽然看上去男朋友满不在乎 不过下一秒 不过两天 这位哥 皮皮借过一下 一抱 再一抱 接着又上演格罩强吻 你到旁边的两位哥 视线都不知道该往哪飘了 对于新恋情文 你透过几件回应 两人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最近才开始交往 根据本刊调查 温妮的男朋友虽然只是一般上班族 不过身家确实相当惊人 她的老爸资产雄厚超过上亿元 难怪有钱请司机开BMW 温馨接送请